美省來說在全國來講都是非常弱的一個環節 為了要讓芭蕾舞者能夠多一些舞台的 展演的空間跟展演的可能 就是芭蕾不會是大家每次想到的就是天鵝湖 睡美人或者是一些經典的 大的一些國外的傳承的一些作品 那我們是想到說 如果說這些芭蕾舞者除了跳舞點的作品之外 是不是他們也可以藉由現在我們台灣現代舞這麼蓬勃 現代的創作這麼的豐富 是不是可以也讓芭蕾有很多現代的創作進來 加入了很多的元素 不論是多媒體 不論是劇場的概念 讓舞者不會說我跳芭蕾 跳舞點芭蕾 跳個繩 我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只是機器人 沒有只是在展技巧或是炫耀很美的畫面 或者是只是在演公主王子 他可以把編舞者的情緒 編舞者的心情 編舞者的經驗 透過他們的作品跟音樂的關係 然後連結以後創作出更有生命力的作品來 所以在2004年 我們就成立了點子協 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叫點子協 好像很奇怪 又很慫的名字 那因為點子 我們如果說 英文的dance跟點子 念起來有點諧音 那點子也是創作 就是無限的創作 就是這個人真的很有點子 所以因為我一直很想說 找一個Skogen 就是一個口號能夠把這一個 大家聽到點子協 就知道它是一個芭蕾創作 那為什麼叫鞋呢 好像在賣鞋子的 那鞋就是因為芭蕾舞者多穿鞋 因為芭蕾我們常常講 芭蕾舞者一下在舞台上 要轉三十二圈 或是從那個角落轉到那個角落 如果他沒有穿鞋 他的腳 不論是如何會跳的 他的腳跟地板的摩擦 還是會破皮 所以跳芭蕾的舞者 都是要穿鞋的 所以這個點子協的由來就是這樣子 常常會有人說 哎呀 我點子協看過了 他們沒有想到說 每一年你要看一年份 每一年的點子協 其實都不一樣的 我們從2004年到今年要演點子協 已經12年了 那這12年來總共有32位編舞者 非常優秀的年輕的編舞者 然後有66個作品 全部都是獨一無二為點子協做創作的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點子協能夠持續下去 讓很多年輕人 而且在這32個編舞家裡面呢 現在有很多已經是我們國內檯面上非常重要的 中生代非常重要的舞蹈家了 我相信創作的力量是無遠國界的 他因為創作的力量 他就是 是可以讓每一個人 劇場裡面200的觀眾 200觀眾會看到你的創作 是以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來體會 創作不同的感受 那編舞者的感受 在跟他的心裡的契合以後 其實那個就是劇場讓觀眾感動的地方 特別是原生劇場這麼棒 舞者在這裡呼吸 還有芭蕾大部分都穿腳尖鞋 那個腳尖鞋一穿下去 顛上就都咕咕咕咕 你都可以很近的聽到 而不是每次錄影帶看到 好遠好遠在劇院裡面的演出的芭蕾舞者 然後當然這裡面又有這麼多優秀的編舞家 他的心血跟這麼多優秀的芭蕾舞者 他願意放下他補點芭蕾 一定要站個姿姿 演公主王子這麼美的 他放下這種身段來做所有編舞家 給他的想法跟突破 那甚至在穿著上 也不是這麼美美的芭蕾群 碰碰群都是天馬行空的 所以我想我們今年會有六位編舞家 一位就是今天有兩位又來了 我先介紹林一蒂老師 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是我們台南科大最重要的芭蕾老師 台灣人科大的舞蹈系 在排過非常多的芭蕾人才 那這一次是他點子寫第二次編舞 他去年的編舞是自己買花自己帶 用陶澤的音樂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 從小其實他就很叛逆 那他的作品也是非常 雖然他教的是古典芭蕾 那一蒂老師 待會你們也可以個別的訪問他 對他的作品有什麼想法 而且他是台南科大裡面 教芭蕾就是教最久的 那是真的是最優秀的一位芭蕾老師 為我們台南載非常多的人才 謝謝伊莉 那我也沾一點光 就是我是嫁到阿聯來 那所以呢 那我到嫁到阿聯的時候 伊莉剛好14歲 所以就這樣一個機緣 她剛好國一 然後呢 我先生在阿聯國中教書 教英文 這也是她的老師 所以無情中呢 就我們就接下來 他就是變成我到高雄來的第一個學生 嫁到高雄來 那後來在阿聯開班一年以後 我就轉到高雄市去了 那我也很榮幸說 嫁到伊莉這麼優秀的學生 謝謝 請坐 那今年他的作品 非常有看頭 也是有三位舞者 那我們等一下先看新奇的表演 第二位我要介紹的是 從羅馬尼亞來的 康斯坦丁 他非常優秀的芭蕾舞者 也是現代舞者 也是對影像 他都是非常有 他想法的 那去年呢 我們高雄城市發展舞台 參加高雄春天藝術節 演出普典發展舞劇 科比利亞 整劇都是由 康斯坦丁來幫我們排練 跟指導 跟改編 我們非常謝謝他 願意花時間來 我們高雄 他也今年 去年也到台南來 跟台南的嘉琪女中 還有台南的一些 舞蹈的團體來做合作 因為他很喜歡東方 他喜歡台灣 所以他一直在關心 台灣的舞蹈的生態 他也願意貢獻他的力量 來為台灣的舞者 做一些創作 所以今年特別我們邀請他 來為我們編一個舞 編的舞呢就是 Ladies and Fans 就是 淑女跟扇子 那這之間呢 這個舞的作品呢 他是分成三段 三段第一段呢是 每一個女孩子你看起來 你第一次接觸到他 可能他都是很優雅 他很安靜的 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他就是 每一個都一樣的 可是呢 到第二段的時候 每一個的個性 可能都會出現了 可能每一個的性格 如果說你跟這個女孩子 接觸久一點的時候 你開始發現 每一個人不是只有女孩了 其實男生也是這樣 只要是人類 你跟他接觸久 你開始每一個人的個性 你都開始了解了 到最後一段呢 他扇子的代表呢 也是他覺得扇子 你可以是很害羞的 你也可以是保護的 你也可以是一個攻擊的武器 所以 他 用扇子 就是我們看起來 比很東方意向的扇子 來加上5.8 再加上 他的用的扇子會出的聲音 跟硬血會敲出來的聲音 怎麼樣做結合 所以是很有想法的 因為編舞家 非常謝謝康斯坦丁 能夠帶一個這麼前衛的作品來給我們 那當然我們還有四位作品 接下來我要介紹王維銘老師 他是原本武器 已經待了快20年的讀武者 那原本裡面很多照片 都是用他的照片 維銘老師 他因為在四年前轉到高雄的素德科大 當表演衣術系的老師 所以呢就有這個機緣 我就把他邀請到我們城市芭蕾來一起工作 那其實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芭蕾舞者 所以他算說進雲門以後 就把芭蕾舞樹枝高格 那從回到高雄城市芭蕾舞團來以後 又把他的芭蕾找出來 所以在前年我們高雄演出 野天鵝整個創作芭蕾舞劇 就用他的現代的概念 然後再加上古典芭蕾 然後讓高雄城市芭蕾舞團 做了一個大型的演出 在全台灣好多的大的劇場裡面演出 野天鵝 是一個童話故事重新改編的 就是有七隻 七個王子被壞王后變成天鵝 然後然後飛走 那女孩子又被王后等一次又趕出去 然後怎麼樣發生 然後他用很多多媒體 野天鵝被王后變成天鵝以後 跟多媒體都是這樣配合起來 他也是維銘老師是非常好的一個編舞老師 那已經今年是我們第三次 衛電鵝創作編舞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一次非常特別 他這次親自上台 他前兩年編 第一個是美麗一 第二個是美麗二 可是那兩個他都是讓我們舞者演出 可是這一次他非常特別 跟一個台南的舞者非常美的 那也是因為他點子鞋的關係 來到高雄以後 然後結識了這位王小飛 然後非常美麗的model也是舞者 然後他們兩個這一次要演出兩人 他說他是痞子 維銘老師說他是痞子 因為他太太很漂亮 是一個模特兒 一百七十一公分 他可能才一百七十公分 他說哇 他太太顛上硬血以後都比他高了 可是他還是克服的 跟他一起跳了一段雙刃 然後他說這個雙刃就是痞子跟美女 那我們就是兩個人 那是非常難的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雲門舞者 他又改回來到芭蕾 然後能夠站上我們原生劇場的舞台 來做演出 然後跟他的夫人兩個怎麼樣謀和 怎麼樣在這結婚兩年內 他們有什麼生活上的樂趣 這也是這六個作品裡面比較輕鬆活潑的 然後再過來要介紹一位非常重要的就是蔡國成 他是我們點子協從2004到現在 我們今年是進入第12年 他編了7年 是唯一一個參加點子協編最多的 其實一開始點子協 這個出來的時候 這個方案出來 我都說每一個編舞老師編兩年就好了 可是後來我發現說有很多編舞者 他們真的非常優秀很有潛力可以去栽培他們 所以編兩年非常優秀的我會繼續 我覺得說一個編舞家就像林懷民 我們台灣要幾十年才會有一個林懷民 那如果說我們兩年又換一個 兩年又換一組人的話 那是不是他們沒有持續性 就沒有辦法看出好的作品 那蔡國成就是一年又一年 他從大一那一年 我們就開始邀請他編舞 不一定說要等到他大學畢業 如果有潛力的 我們覺得我們就要去發掘人才 所以他現在 今年要進入第七年的作品 我們來拭目以待 他是演出一個無聲吶喊 他用飢餓遊戲 他雖然非常年輕 可是他的作品 他會想到說 他用一個作品就說 兩個相愛的人 如果有一天 為了生存一定要捨棄一個人 你要怎麼樣去取捨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他的作品 他怎麼樣來呈現他這一個 從電影飢餓這個遊戲裡面 延伸出來的年輕人很有想法 而且在燈光的設計上 他也會很大的突破 然後接下來介紹最後兩位年輕人 一個是賴宏忠 他今年是第二次 我會點子寫編舞 那也是北一大編 那這次他有邀請一位日本的舞者 所以我們這次點子寫 是這十二年來 第一次跨國際的演出 有康斯坦丁 從羅馬尼亞來的 還有一位日本的舞者 加奈 那他是演出賴宏忠的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舞蹈老師 就是葉立娟老師 是我也是我們南部 跟伊莉老師一樣 都是在南部最有名的芭蕾老師 他是點這些十二年來 每一年都參與演出的舞者 那剛剛康斯坦丁的舞者 有三位也是都是台南人 我說今天我們特別來到這邊 也把都是台南人的舞者帶來 他們都是也都是伊莉老師 還有台南科大 還有在台南的很多舞蹈教室 栽培出來 然後到台北一專讀書 或者到國外 然後發展回來的 盧貞營在韓國的環球芭蕾舞團 待了八年 是我們台南人 那現在駕到桃園 可是他又回來台南了 所以我們城市芭蕾 又可以來接種他的能力 然後還有張婉銘 也是我們演野天兒的女主角 還有張木曼 也是非常年輕的 是我們台南科大畢業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到四位舞者 都是跟我們台南科大有關 我們拭目以待 那最後一位編舞老師 是今年一季應屆的畢業 去年畢業於台北體育大學 在鼎如 是我們城八的很重要的舞者 很年輕的舞者 那因為他非常年輕 所以他的作品有非常不一樣 跟這個中生代的作品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們每一次都會有新的人進來 那我們很期待這六個作品 能夠在人生劇場 讓觀眾聽到他們的呼吸 聽到他們的舞邪聲音 然後看到他們精湛的芭蕾 跟現代的創作 謝謝大家 我們是很期待的 收集中則 能夠在一起 我們在兩次之 nauc 是能夠吸引 吃 Ent sustaining 我們去做西都 有時候 我們學習 是 沒有 我們學習的 他們 我們學習的 學習的 可以 我們學習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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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